在9年9月14日在台北市的一間 蔡共行是開設到威力財的頭頌 新代表27.7億的獎金是一個人獨得 在這面就將人投過台灣蔡共公司送到一千萬 向港議館政府與港議館社會局的局長 王中年代代表接受 台灣蔡共黨首長四行川說 由於中將人洩行時曾經打過嘉義館、朋友館 由於地方自圓比較頻繁 因此指定管转嘉義館政府與朋友館政府 購入千萬塊 西洪川表示 這位成文的中將人年紀大學四十至五十歲 南省現在期待在新北市 還要採訪已經有十二年的經驗 這場中將的採訪是和太太 在蘇聯明市時順路賣 中將人自己感到中將的原因是有賣有機會 多做好事、好保留來報道 因此名將的同學 確定關注一點八百八億做公約 非常感謝 這位曾經住在過嘉義 在104年9月14號 一住獨得28.7億的得獎人 見證一千萬給嘉義縣政府 那嘉義縣政府 我們針對這一千萬我們做了四個規劃 一個是中低收入戶 老人的健保補助 再來就是所謂的老人食堂 社會家有醋味 還有我們兒哨的遊戲設施的改善 還有就是貧窮邊緣戶的助學方案 我們希望這一千萬的賣款 能夠讓嘉義縣的收益人數 高達6萬8千人次 我們希望能夠做挑戰的應用 鄉長牛說 這一千萬元將擁有四項社會福利 分別是中級收入老人 專民健保府的補助 老人食堂實在的補助 日董遊樂設施設備 建立到修善 並共百年後做學方案 新新聞傳來講解關蔡鳳報道